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又先带你来看 112年台北市公用频道协会 主办的台北游影Channel3影片比赛 12月2后举行颁奖典礼 以台北小旅行 台北公民生活两大主题 进行了非剧情组与剧情组的影片争鉴 并与社区大学结盟 奖励素人影像 记录人才 并推广公用频道 接近使用的理念 剧情组影片首奖得主 从中家集团台北系统台 总经理徐学林守中 接下奖杯与3万元奖金 台北市公用频道协会举办112年 台北游影Ch3影片比赛颁奖典礼 今年首次分为非剧情组与剧情组影片增建 总共有117件作品参赛 其中剧情组25件 非剧情组89件 社区大学奖57件 以及公民投入奖114件 其实我是香港人来这边读书 然后看到这个比赛就觉得 它的主题是台北 然后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因为生活在台北 我是一个外国人的身份 其实会看到很多不一样 新鲜的东西 而且这个比赛 其实非常有意义 因为它其实是一样 启发大家对台北的感觉 然后可以创作更多的故事这样子 其实我的作品故事是想说 很多人都说台北 就是想到台北的旅行的话 都想到去外国旅行 但大部分人没有想到 其实旅行更多是一种 性的性态上的调整 只要你的性态说 有愿意去 心想到身边不同的事情的话 其实你去不同的地方 也可以是一种旅行 那我的故事就是说 女主角透过去跑步 其实给她的感觉 也是一种旅行 就是希望有 另外一种旅行的概念这样子 就是有刚好在网路上 看到这个比赛 然后有这个投稿 那就觉得可以拍一个小影片投 然后好像会在公用频道播出的话 就觉得是一个还蛮好的管道 这次的影片是在 华山艺文中心的一个展览 那刚好觉得这个展览还蛮可爱的 就想要介绍给大家 然后在现场有访问一些 在观展的民众 那也觉得还蛮有趣 就是以一个比较类似记者的角度 去采访那些民众 就还蛮有趣 那得奖的话当然很开心 因为其实这个奖项 奖金还蛮多的 对所以就很开心 有这个机会可以 不仅在公用频道播出 然后也有一个自己的影片的成果 有被看到的感觉 我这一次颁奖年里觉得好感动 一方面是参与的建树增加了 然后第二个事情是 我们这一次跟台北市社区大学结盟 这12个白眼团队都呈现出市民的活力 那把这个频道 公众经用的精神发挥的淋漓尽致 我觉得我们台北市社区频道 就是要做这样一个平台 提供给所有的市民朋友 不管展现才艺发表意见 我觉得都很好 明年我们会努力继续办下去 让它更多人可以使用 公众频道 其他大家不要太过的紧张 它的门槛蛮低的 譬如说阿公阿嬷 你用照片拍起来 去日本樱花之旅 把它结合成幻生片 可以播的 那个阿嬷菜足得很好 用三个镜头介绍 你的便当怎么做的 也可以 我想我们就是在这边 只要符合公益性 这个艺文性 另外就是这个教育性 我们都欢迎你投稿到公众频道 把你的知识 把你的快乐 把你的才艺分享给我们 那我们来学习 今年颁奖典礼一大亮点 是公众频道与台北市社区大学结盟 除了新设社区大学奖的奖项之外 台北市13所社区大学都派出演出团队 在颁奖典礼中带来精彩的表演节目 第一个事情是希望社区大学的影片 学生的作品 课程的作品可以投稿到公众频道 因为我们知道每个社区大 其实都有开摄影课 都有开短片课 我们会希望这些作品 不要只有在教室里面放一放 投稿到我们的频道里面 让大家来欣赏 那第二个事情是我们将来 每次的记者会颁奖典礼的表演项目 我们都会邀请社区大学的表演团队 来做我们的表演嘉宾 让大家知道 禁用才艺也是发挥你自己的禁用精神 刚刚的非洲舞真的让我非常震撼 非常非常棒 我刚刚说可能我退休之后 我一定要报名参加那个非洲舞 我也谢谢就是各位的参与 那有限电视其实 大家要记得我们还是在地的猴处兵 那第三频道是属于大家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再呼吁一下 大家都可以把你精彩的影片 提供到我们有限电视系统 那我们就会帮您在电视上播出 我知道现在网路很发达 但是在网路上看到自己 跟在电视上看到自己 我觉得还是有差异 在电视上大家感觉更有明星架势 台北市公共频道协会 理事长王雅伟表示 公用频道提供公民 以影音作品禁用 颁奖典礼的舞台 也提供非专业的公民团体 作为表现才艺的场所 不仅彰显禁用精神 也希望公共频道的资源 能以各种形式 让更多的市民来使用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中央昆平 携手台大新闻研究所 举办科技创新与韧性社会论坛 探讨AI科技 如何应用在生活 及对社会带来的影响 AI浪潮席卷而来 从人机互动 讯息传播 医疗保健 交通等各领域 都有显着变化 也许带来了繁荣与便利 随之而来的挑战与风险 也必须克服 这些议题值得大家深思 中央宽品 携手台大新闻研究所 举办科技创新与韧性社会论坛 探讨AI科技与当代社会的互动 我昨天走在校园里面 在活动中心的前面 海报的每个地方 看到就在最近 短短的一个礼拜之内 我们校园里面 其实有好几场关于 AI的相关的论坛 所以表示AI 一定是受到大家 非常大的重视 我就举几个数字 根据我们现在产业的分析 AI的相关产业 全球来看的话 在未来十年 每年会以17到19%的速度在成长 那这个到底什么样的概念 我们台湾还有美国的 国家的GDP的成长率 大概是这几年 大概是两点多个% 到三点多个% 那我们如果看我们的台积电的话 台积电过去十年 也就是台积电最快速发展的 这个时间呢 每年大概是13%的成长率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整个AI的产业 它整个产业的产值 当然比台积电要大得多 然后是以17到19%的速度在成长 所以这其实我们可以预见到 未来在很多的经济活动 我们的社会生活 我们的工作就业上面 AI对我们的影响 将会是非常非常的巨大 过去几年新闻所持续办的 这个大型的研讨会 到了今天我想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 就是我们不是只是在新闻传播的这个产业 或者是这个学术的领域里面去探讨 我们其实深刻认识到 跨界研究跟跨界的合作的重要性 所以我想今天来参加这一场活动 除了AI这个非常重要 然后大家很感兴趣的一个研究领域之外 很重要的是我们其实导入了跨领域的思维 所以不管是在技术面的应用 然后社会影响面的分析 最后去总结在这个怎么样面对AI发展的 这个治理的议题的探讨 所以希望就像刚刚院士所期待的 希望今天这一场研讨会 可以让大家收获满满 AI生成的影像和图片 已经为媒体产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创新与改革 也充斥在网络世界中 丰富了视觉表达的可能 民众随时随地都可以接触到 关于AI创造的讯息 所以这个就只是一个例子 就是当你是透过辨识理解生成 其实不是只有讲这个文字 像GPT这种缺法你可以去生成 其实你所有的影像 你的声音 你的歌曲 也都是可以生成 那比如说我们在今年年初 也发表了一个AI的音乐学习生成的工具 那以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把流行音乐 透过很简单的 透过你输入一段字 它就可以帮你产生这段字相关的歌词 歌曲及伴奏 那这个结果其实也在 我们也在网络上放出来 我们请一个AI歌手在网络 YouTube上唱了半年 那其实没有人发现他是AI歌手 大家可以听一下 听得出来这是AI合成的 举手一下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在未来的世界就是这样子 人工智慧它讲得比你强 它唱得比你好听 它去做各种语言的论述 它会比你更完整 所以这个确几率4它出的这个报告就是 你可以看到各行各业在跟确几率 它所谓的 是美国的各种的考试跟确几率做比较 大部分的人的标准的考试 确几率都会赢人 尤其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在 在纽约州的这种 法律系的考试 如果这样确几率4去考的话 它会赢90%的人 意思就是说 现在的律师应该都是考不过 确几PTL 科技创新不仅是经济发展的 关键动力 更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唯有深入了解 资讯科技如何被应用在社会 才能掌握科技塑造 未来的方式永续发展 而在这一场论坛中 邀请到科技业 供部门分享AI技术 跨足编辑 企划 创作 行销 日常沟通等领域 无处不在的AI渗透 可能带来前所未有的治理问题 生动的画面转换与主播报道 可能全都是AI产制出来的 虚拟动画而成 还有趣味的影片 可能也是透过AI生成的 这些影片资讯被应用在各个领域上 包括产观学沿界都透过科技辅助 融入日常 影响力不容小觑 实际的主持人完全是一个 没有人在录制 完全是一个虚拟的方式生出来的 然后包括后面的图表制作 然后是透过AI 自动排版自动生成出来的 那天气的预报 当然不是用AI生成 当然是根据Open资料 去抓去最新的Open资料 然后进来 所以这样子的影片 现在其实已经可以全自动的进行下去 就不再需要有一个能力去 每天去更新这样子的影片 那虚拟角色部分应用也非常多 就是同样的这样子的东西 它可以选择说它的 这个虚拟角色它需要是卡通风的 需要是一个比较现实风格 像照片风格或是在中间的风格 那一样只要做设定 就可以展示不同的风格出来 然后其他应用也很多 像是更多的AI在自动化影片 都可以做的形象 左边这个例子 这个是透过小五本AI开编的Whisper 然后可以让一个演讲 自动的央文字 然后加加到影片上面去 然后大家可能也看过类似的服务 然后把那个影片上面加上 那个字幕 自动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字幕编辑时间 然后花时间 那比如说在这个之前 跟工型系我们合作一个 我们想要去了解这个民众 对核废料的看法 那我们想要知道民众 是这个对核能的意见是怎么样 然后对于核废料呢 要选指在什么 就是核废料放在什么地方 有什么看法 所以我们就是跟工型系 还有这个台电 做了一个合作的研究 那我们就去 这个PTT啊 这个Facebook啊 他们搜了很多民众 对于这些核废料的 这个讨论的文章 那我们就要去发展一个模型 去评估说 那这个民众对核废料 或是对核能发电 是支持或反对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那它的缺点也很明显 就是当这个台电 它现在的这个兴趣已经改变了 它已经不在乎这个永和反合了 它现在在意的是民众对 风力发电选址的看法 那要怎么做 那我们要重来 我们要再收集一堆 跟风力发电有关的文章 然后呢 再找一些工读生去标资料 然后再训练一个 判断这个民众 这种支不支持风电的这个模型 那如果未来又有一个新的一种议题出现 那又要再做一个专门的模型 那所以这样经常会有这个计划 赶不上变化的情况 对那所以说 大型原模型最大的优势 我觉得就是呢 它可以在不需要训练资料 然后它可以去做任何 它根本没有看过的任务 比如说你现在问它这个核电的问题 它就可以帮你做分类 你问它风电的问题 它也可以帮你做分类 那你甚至叫它解释理由 解释原因 你甚至想一个新的问题去问它 它都可以帮你立刻产生一个回应 我们即将苏惟部 即将成立一个AI评测中心 以及监管 AI评测主要是苏惟部的业务 那即将应该在下礼拜 就会有释出相关的讯息 就是说我们会有把AI的产品的服务 相关的服务进行验测 来进行看说它是不是政治正确 比如说它会不会讲些禁止 会不会讲一些不是台湾的用语 会不会讲一些违背我们风序 就是政治不正确的话 那各种未来各种会出现 很多AI的服务 AI的产品 都会来到AI评测中心来进行验测 那这是我们即将推出的一个服务之一 那这个服务主要在对应的 扣合的第一个就是安全 我们注重AI的安全性 所以公部门其实用AI这件事情 所重的是安全 中家宽平攜手台大新演所举办的论坛 持续整天 除了探讨AI生成的产观学研界应用 也延伸到对社会的影响 如何治理 包括技术与法律问题 社会结构的改变 人类行为与价值观的影响 要创造一个科技与人们并行的未来 还需要大众一起来思考与面对 记者问句台北报道 刑事局侦破一个暴力热索集团 写犯会在台北市某些知名的汽车旅馆埋伏 选定目标后 司机在被害人的车上安装GPS追踪器 长期进行跟拍 在假冒记者或是制造假车祸等方式 获取被害人的个资 确认婚姻的状况 然后以影片进行热索 目前已知有10人受害 围安特勤队攻坚克令嫌犯趴下 这个犯罪集团以零性嫌犯为首 与台北市中山区内户区等知名汽车旅馆外埋伏 锁定对象 司机装置GPS追踪器 之后长期跟拍被害人的画面 再以假车祸假讨载等方式 得知目标的身份与婚姻状况等 即出面恐吓被害人 要求以数十万到上百万元的价格 将拍摄影片赎回 否则就要向媒体或家人公开散布相关资料 以此强暴胁迫方式恐吓取材 目前已知有10人受害 发现该不法集团以台北市中山区内户区 经营的汽车旅馆外面埋伏 锁定高级进口车四级装色GPS在中心 之后再长期跟拍被害人上下车进出饭店 或是进出餐厅的画面 然后再搜寻脸书 IG或者是以假车或假淘汰的方式 得知被害人的资料 在确认被害人的身份背景 和婚姻状况以后就出面恐吓被害人 要求用数十万元之上百万元不可的代价 全影片以此方式恐吓取材 警方表示嫌犯还会以假冒记者等身份 来获取被害人个资 交付赎金后 祖先就会与被害人签订 写有商业机密的合约书 警方供拘捕林姓祖先等八人到案 并查扣手机笔电GPS最终器及DV录影机 现金本票文件等证物 警方已经依恐吓取材 妨害自由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 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警方敲碎落地窗攻坚 两名嫌犯却从民宅后方山林窜逃 不过还是依序被警方逮捕 这处位于高雄山林区山区的毒栋别墅 因为地处偏僻 成为嫌犯制作毒品的最佳场所 警方经过长期跟肩追查 终于查获这一处制毒工厂 逮捕刘姓范贤等人 并查扣到大批的二级安非他命成品 半成品与制毒机具等 及时阻止近百公斤 安非他命流入市面 透过资料库分析 同时接获勤资 在去年底发现 高雄地区有某一个制毒集团 潜藏于深山当中设置制毒工厂 悬案经我们曾三大队 仔细的长期的搜证 并且仔细的采集相关的证据 发现这一个勤资属实 立即报警台湾桥楼地方检察署夹官 处回侦办 那我们同时联合了高雄市等相关单位 组成专案小组进行搜证跟监 那全案呢在日前发现这个制毒集团 已经制造出大量的毒品 准备要卖出去的时候呢 我们立即发动强势的攻击 果然在高雄市山林区山坡地堂的 一栋不栋的扣天措 里面一举查获大量的毒品 那全案呢除逮捕居体两名主权盗案外 我们同时搜索查扣到 二级毒品假基氨非他命成品 23公斤半成品96公斤 以及大批的制毒原料与制毒机具 警方已经将全案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地检署侦办 警方表示制毒工厂因为会排放制毒废弃废水 经常隐藏在偏僻山区进行作业 警方将持续规划锁定制造运输及贩卖毒品集团 与潜藏在此类山区的犯罪分子进行查契 不让毒品危害国人健康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核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徒刑 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核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核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核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台北市中山区有一家韩式烧肉餐酒馆 老板因为很热爱烧肉 吃遍各地后干脆自己开店 满足对烧肉的坚持 让人感觉身在韩国 不少顾客远从外现市慕名而来 你看看牛舌 它牛舌很好吃 很juicy 它三层肉也很不错 我觉得有那种疫苗来到韩国的感觉 猪五花在烤盘上滋滋作响 丰富的油脂 焦脆软嫩的口感 光是用看的就让人口水直流 还有这撒上葱花的牛舌 一上烤盘就跳起舞来 透着肉汁 让人等不及要一口吃下 因为它的牛舌是用着葱去包覆 跟一般其他的牛舌 比起来比较入味这样 为了满足对肉的坚持 热爱烧肉的老板干脆自己开店 只用现切原肉 不禁腌制 直接烧烤 想吃原汁原味 或沾酱变换口味 都随客人喜好 其实我们的肉种有蛮多的 就除了有牛肉 猪肉 海鲜类 那我们牛肉的话呢 通常我们会有牛五花 牛五花有两种 一般牛五花跟那种 我们的所谓的特级牛五花 那我们的顶级牛五花呢 它其实是用牛小排切下来的 会感觉上是比较好吃 那猪肉的部分的话 有猪五花 那猪里鸡 那比较特殊的话 是我们的吉黑猪 它的品种叫吉黑猪 不是我们取的名字 它吉黑猪梅花 那这块肉呢 是号称猪肉界的Hermers 它是唯一可以吃这个八分熟的猪肉 但是当然我们还是会 包可烤到全熟 那我们来这边的话呢 主要就是说 让客人体验那个烤肉的感觉 像我们之所以会开这个店是 本身自己很喜欢吃烧肉 那我们可能疯狂到从北到南都一直 那后来才发现说 因为有些烧肉店为什么便宜 有些烧肉店为什么贵 但它取向不一样 还有就是说它选择的肉质的不一样 当然像我们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在牛小排啦 或是我们猪肉上面啊 那都是整块 那当然如果用组合肉它比较快 而且价格比较低 可是吃起来就是口味就没那么好 所以我们就比较坚持在我们的肉类的方面 然后我们这烤盘也是从韩国口运过来的 它的特点是它比较不沾 而且它油盐比较低 然后烤起来比较健康 比较不会是用碳火冰火 因为碳火冰火比较容易激碳 吃起来不是那么健康 用这烤盘烤出来的肉特别香 而且吃起来比较健康放心 然后泡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翻过来了 牛肉要几分熟自己掌握 但猪肉要全熟又不能老到底coco 桌边服务就贴心上场 比方我们烤肉的话要依据它肉种的不同 来决定这个火的火候大小 所以大部分的肉 我们会帮客人调整在中国 那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像比如说这一块 它是五股牛小排 它就必须要用大火 那为什么呢 因为大火的话 其实牛肉它不用吃到全熟 全熟的话它比较柴 那可能看客人喜欢吃五分熟 七分熟我们都可以帮它处理 那所以说用大火的话 很容易把牛肉烤成外焦里嫩 如果都用小火中火的话 会变成全熟了 所以我会建议说牛肉像这种牛小排 比较厚的话呢 就尽量用大火来去做烤 我们烤牛小排的时候 会比较长翻它面 因为主要要外焦里嫩 可是烤猪五花的话 因为它是猪肉 我们必须要吃全熟 所以我们就会 让它受热的时间久一点 也让它厚一点 可以把那个热传导过去 然后还有猪五花 它上面这一块是比较有肥的部分 我们就会这样去挤它 让它猪油多出来一点 等一下吃的时候 就会感觉到这整块肉都很脆 什么肉要怎么烤才会恰到好处 老板懂烤也懂吃 当然食材也得用最好 即黑猪 樱桃鸭 巨无法干贝蟹膏 不怕客人挑嘴 就怕客人吃不到 我们海鲜的部分呢 其实非常精彩 除了有我们这个大只的白虾之外 我们还有这个非常大 每个来留言都说我们的干贝非常大 所以我们有非常大的干贝 干贝上面也还会补抹蟹膏 非常的饱满 那建议各位呢 可以来我们这边尝我们的海鲜 耶诞节呢 大家都喜欢吃什么 就是吃火鸡 可是火鸡肉其实它比较柴 不太适合拿来用好 所以我们就用樱桃鸭来代替 所以说呢 我们十二月份就有推出 我们的樱桃鸭圣诞大餐 那我们还特别就放了有干冰 让大家可以除了拍照好看之外呢 因为干冰它可以保鲜 就是让这个樱桃鸭肉 你在享用的时候呢 永远都吃到最鲜的品质 除了烧肉店里的下酒菜 薯条 三角骨 还有韩式料理也是一绝 辣炒年糕 海鲜煎饼 海鲜豆腐锅 吃炒也吃饱 年糕的部分 它的辣味刚好是很足 是很入味 然后吃完一盘就又再吃第二盘 它三角骨 它香蕉骨真的不错 它三角骨是跟薯条一起上来的 然后真的很脆 然后真的很香这样 那我们这边呢 我们的烘厨也有推出很多的韩式料理 就我们在店里面 同称叫秘制料理 就是秘密烧肉菜酒馆制作的料理 那其实我们这个料理呢 非常特别就是 为什么很多客人来会觉得好吃 是因为我们的厨师 都是我们从韩国请 真正的韩国人 韩国厨师过来教我们的 手把手 然后所有的比例都告诉我们 慢慢教会我们 所以我们出来的韩式料理呢 是比较道地的 但是呢 我们口味上面 韩国师傅也有告诉我们说 我们需要 针对我们台湾人 在做一些口味上面的调整 比如说咸蛋的部分 调整到我们台湾人喜欢吃 所以说它有这个 韩国料理的精神 也有我们台湾人的口味 老板把店开在中山区热闹的中调通 上班族聚餐 商务客交流 通通一网打进 本身是从脏话过来 那是因为在网路上看到 有很多人在介绍 所以我就特别从脏话 和朋友一起过来聚餐 那这次吃完之后 我下次也会再 带更多朋友过来吃 很不错 气氛很好 对 然后它的酱料也都用得不错 像它有麻油 我也觉得蘸起来很好吃这样 我们开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 就是调通 我们这边属于中调通 那这个地方呢 大部分大家可能会误以为说 都是日本人来 其实不然很多台湾的这个 我们的民众都会过来这边 那所以说我们会吸引到的 大部分就是像商务客 或者是说觉得说 我们这边的摆盘很漂亮 来这边特别拍照大咖的 网美网红 他们都会过来 在台北市美食一级战区 老板用烧肉食材 与贴心服务做出市场区隔 惹获涛客们的心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曾经获得台湾百大高饼伴手礼 金纸奖的坚果塔 是如何制作而成的呢 中央新闻直集店家 带您来看口感酥脆不硬的 高品质点新制作步骤 还有凸显温暖幸福感的包装 及店内装潢 搅拌塔皮制料 分割冰上整天再压磨成型 接着送进烘烤箱 另一部分将烤过的夏威夷豆 经过筛选拌糖 塞到塔皮塞好塞满 二次烘烤才完成坚果塔 每一个都能吃到超过十颗夏威夷豆 料多但少油少糖无负担 师傅现在在做的这个是挑豆 就是烘烤完之后呢 我们进行二次挑豆 那师傅会把比较味道 风味没有那么好的 那个豆子给挑出来 那这个豆子呢 它并不是有油花味 而是吃起来 它会带一点酸酸 它偏苦的这个味道 那因为我们家做的是 比较少油少油少糖的 一个坚果塔风味 所以它如果让客人吃到酸 它的风味就没有那么好 所以我们会把它剔除掉这样子 我们家的口感呢 比较特殊的是 它一入口的 因为我们家是自己做的塔皮 所以它你可以吃得到发酵奶油 它原本很好的一个风味之外呢 你也可以吃得到它豆子 该有的那个香气 然后也不会过硬这样子 小姐我要想推荐你这个 夏威夷豆前亭堡 它是用伊朗的野草做的 非常好吃哦 好哦 豆子很大颗耶 真的 我们就是用4L的夏威夷豆去做的 很好吃 好吃对不对 好吃 一吃就知道食材的好 老板店内招牌坚果塔 可是获得不少奖项 另外还有南枣核桃糕 文山包种茶Q饼 手工饼干 也都是各项比赛的佼佼者 那我们的特色呢 是我们是使用那个发酵奶油 跟以大部分的海藻糖 来取代砂糖 制作的一个坚果塔 那吃起来的塔皮呢 酥乎香脆 另外呢我们在煮焦糖的时候呢 没有把那个糖浆呢 过度的焦糖化 可以让这整个坚果塔呢 吃起来呢可以吃得到 那个发酵奶油的香气 跟那个豆子原本的香气 那另外一个我们的招牌呢 是我们的一个大蒜黑胡椒口味的一个 夏威夷坚果塔 那这个是我们每年三月的时候 都会到云林去跟那个大蒜农呢 去买那个新鲜的大蒜 然后再把它冷冻起来 冷冻储存起来 因为那个时候的大蒜呢 它的香气跟辣度是比较足的 那我们这个原味夏威夷坚果塔呢 在2022年也拿到了那个 台湾高饼高饼工会呢 举办的一个比赛 那拿到了金子奖的一个肯定 那我们这个南枣核桃糕里面呢 展现满满的诚意 非常非常多的核桃在里面 那这也是我们用那个 纯枣泥浆跟枣泥线去 师傅去炒制的 它光是炒一锅糖 就大概要炒一个多小时 所以是真的是慢工出细火 那这个南枣核桃糕呢 它吃起来的风味呢 略带一点微酸 那可以吃得到核桃的一个香气 跟口感在里面 那这个也是我们在2023年 拿到台湾百大高饼办手里的金子奖 也是非常热销的一个品相 茶Q饼 我们结合了那个文山的那个包种茶 跟那个国产红豆馅 跟那个树香松 那这一款饼呢 也在今年呢 我们拿到那个农粮署 举办的红豆竞赛 拿到的全国季军这个奖项 那它吃起来的饼皮 会带有一点那个文山包种茶的香气 那这一款是素食者也能够吃的一个产品 点心不仅好吃 终于天然 且包装也十分亮眼 常有老顾客送礼 米月都指定他们家 走进店面也可以感受到品牌的用心 那我们家的煎锅塔呢 有非常多的客人喜欢 特别深受是那个上班 上班族的OL 或者是说你出国呢 要送给客人 可是不知道送什么呢 他们就会特地来我们店 带这个煎锅塔去送给国外的客户 那都获得一致的好评 那另外呢 我们在过年过季的时候呢 也蛮多客人喜欢送我们家的煎锅塔 当做他们的一个年节伴手礼 那红豆麻糬奶油饼呢 它是使用那个巴斯克蛋糕的一个做法 然后呢 里面一样是包着那个国产红豆馅 跟麻糬还有芝麻在里面 这一款呢 不管是长辈或者是小孩呢 都是非常喜欢的一款甜点 果香奶油饼 那它的一个美味的关键就在于 这个果馅呢 是我们师傅自己熬煮的 那我们使用了大量的苹果 跟凤梨 还有百香果 还有柠檬跟橙皮在里面 所以你吃到的时候呢 会吃得到苹果的一个果馅 还有那个比较特别的是 会有百香果的籽子在里面 那口感也蛮特殊的 那喜欢酸酸甜点的那个女性朋友呢 她特别喜欢这一款果香奶油饼 师傅讲究选料与工法 从塔皮到馅料 严选食材精心制作 见过它口感酥脆极佳 一口咬下甜而不腻 每一口都是满足 记者问君台北报导 嗯 非常好吃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曲叛季 是被誉于戏曲学院里 歌子系的教科系 是1991年 和洛歌子系团 在国家戏剧院 呈现的第一部大型舞台歌子系 如今唐美云歌子系团 重新将此剧搬上舞台 由唐美云与小明老师 率领剧团中青代演员 分市上下半场 以现在的手法 传承这一出经典剧目 状元狼刘建平被封为湖广暗茶史 得知自己未来大舅盐白居 犯下杀人罪行 设宴劝导却被推入湖中 心中满是懊悔 决定甘茂取判欺君罪名 再次升堂审判 取判季被收入为歌仔系的教科系 三十二年前演出时 获得热烈回响 由国家文艺奖得主唐美云 与人间国宝小咪老师 饰演两大要角 如今重新搬上舞台 上半场由小咪饰演盐白居 下半场由唐美云饰演刘建平 手把手将角色精华 传承给中青代演员 这个是当时的经典好戏 而且在当时呢 其实很少有剧团在演出观场戏 所以以河路而言呢 他们其实当时最擅长的就是观场戏 所以当时推出的时候 非常非常轰动 事隔这么久了 其实这出戏 虽然没有人后续在演出 可是呢 其实它的传承没有停止过 就是譬如说有在学校当成教材 再传给学生 教学生 那再来就是在今年这个特别的时刻 因为我们剧团呢 其实每一年都推出新戏 而且每一年的故事都是原创故事 那对于我们而言呢 我们还有在做传承 我们希望可以让更多年轻人 他们可以参与演到以前的经典好戏 所以呢 我们就觉得曲盘季是一出很好的题材 很适合他们来传承这出戏 所以呢 特别感谢米姐 她这次跟我我们两个人一起联手 就是我们各自演不同的角色 然后来带着这些优秀的年轻人 其实米姐在上次的原版的曲盼季呢 三十多年前 她演的是渔夫 她演的是这个角色 然后后来呢 米姐也有演过我这个角色 那这次呢 她更是很大的挑战 她演的是一个 大坏人 对 也不是大坏人 就看似反派 可是其实就是很有人性 跟着个性走的角色 所以对米姐而言 又是一个新的挑战 呃 期待更多观众朋友们 可以走进去唱 来感受曲盼季当年的魅力 为什么那么样的轰动 那经过这么久了 我们再度重置这出戏呢 为了符合现代观众看戏的习惯 我们其实有把她脚步加快了 就是让她更精彩更精凑 对 所以看过的观众朋友 既会有熟悉感 又会觉得很新鲜 那这回三十多年还在演 我觉得很有挑战性 很有内心的那个挑战 真的说明的就是坏人就对了 不过很有气氛 很重 责任很大 要传承给下一辈的学生 支持我们的责任 毕竟是老师也比较生 都是要怎么扑 怎么扑 工夫要扑给他们 这样就传承 曲盼季由唐美云歌仔戏团 五代演员共同演出 唐美云老师表示 创新不易 但演出经典压力更大 除了在现代剧场技术 与神光科技的辅助下 为观众带来全新的关系体验 更希望透过演出经典剧目 让演员们挑战自我 挑战性很大 那刚刚老师有讲到 这是以前就是在学校的题材 对 所以这不只是 单单是老生的一个 磨练老生的所有的 唱强或身段的一出好戏 老师教了我很多一些 坏人要有的情绪 然后因为又是被宠坏的孩子 所以呢又 内心也是满煎熬的 其实他也没有到非常坏 只是不想做错事 对 因为唱的演出就是 他是没当过坏人 然后我是没生过小孩 对 然后要饰演一个 很宠爱就是小孩的母亲 然后他做错事了 其实我们私底下 已经帮他暗扛了很多事情 但是因为这一出戏 就是里面刚好 有讲到老师的角色 就是自己的亲人之间 然后就是已经是 做了很霉天良的事情 对 所以不得不就是放手 那因为老师说是 就是传统的戏 所以里面有很多 传统的唱段 就是也是老师说 给我们的压力 就是要把传统跳 要唱好 对 内心很多的感动 不行这样讲 就是其实老师 在学校教我们的时候 就是也是手把手带着我们 可是那时候 我们很年轻 那现在当然 经过了一些人生的历练嘛 比較不一样 再次老师又手把手带我们 那个意义对我来说很重大 真的 所以很感恩老师 不管是创新或传统 一直以来都带着我们 他从来没有 其实我也说看老师们演戏 因为年轻人很容易突然就放弃 可是我常常看老师们的背影 我觉得我们遇到的很多事情 不算什么 真的 所以就会一直很想跟着老师的脚步 一直往前走 然后也很谢谢老师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让我们可以再展现传统戏曲 不只只有创新的 然后传统的部分 其实是真的很模细 越是经典 越是传统 越是困难 我等于是打掉重练 虽然说我们以前都学过 大概都熟悉 可是真的精髓这种东西 在老师的身上 我们才能一点一点的挖出来 取救人心 叛骨渐精 取叛季将于12月1号到12月3号 一连三天在城市舞台演出 邀请戏迷们一同感受 老戏传承 历久弥新的眷有风采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和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 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 机上盒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解放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您来看 大都会客运新批2088B线 即日起开通事半半年 市长谢国良特别一早搭乘客运 关心运输的现况 并呼吁民众善加运用 基隆市的公共交通 在 市长在车上 市长跟起来 谢谢市长 谢谢市长 谢谢市长在车上 谢谢 一大清早天还没亮 基隆市长谢国良 交通处长王振宏 市议员林佩祥 何淑萍及韩世玉 和大都会客运总经理李建文 一起搭乘体验 2088B路线的首班车 关心通勤状况 而搭乘民众 也对新闭路线给予肯定 并且建议能增加班次 很方便 怎么说呢 因为之前我们大概要到三下 那个市场里面去 对 然后还有时间上面 因为上班时间跟那个上学时间 如果有一些是要在外县市的话 比如说像台北市的话 那时间上面比较好配合 我希望找来看 对对 只是说我看那去想像只有 只有这一班一天怎样 对对对 如果说将来有机会的话 可能就是说可以在班次上面 多密集一点 我都叫我妈帮我帮我 帮我载到三海关就没有 所以有这班车是比较好 对不对 这个2088B路线 起点从调和街的优活台北村社区 沿途经过美的世界 大香港 目前市营运阶段全天共有两个班次 分别为早上六点半 从基隆的优活台北村社区 发车到台北市府转运站 晚上六点则从台北市府转运站 开回基隆的深澳坑地区 现在可以有一个2088B 从调和街开始 加惠深澳坑地区的民众 让大家可以在通勤的时候更为方便 谢谢我们2088首都大客营的业者 愿意就是在我们每一天 从12月1号开始 每天早上的六点半到晚上六点 各征一班 那在这里呢 也期许就是说我们有好的开始 那未来能够就是在六点四十五七点 七点十五七点半的时候 能够再各征一班 在这个车辆以及司机允许之下 这是这个时段呢 更是我们通学通勤族的一个需求 那也谢谢我们市长以及交通处全力的帮忙 谢谢 我们八年来呢都在这个争取 那有关2088B线 那现在呢 我们一年内呢 那感谢我们谢国阳市府团队 那以及呢 配奖义座 还有淑品义座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之下呢 那终于把这条路线 那等于说呢完成了 那接下来呢 后续呢 要补足呢 等于说我们上班族 通勤族 大家的需求 那也鼓励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利用这个班次 那好好的利用它 然后上班通勤来做一个使用 谢谢 这条2088B 从淘河街开始 经过深澳坑地区 经过美的世界大香港 然后再直接到台北市府 台北市府转运站的2088B公车 这是上一届配奖 就跟江建玉前一座 还有还需一座一起 吉利争取的一条公车 那在这边 先感谢国梁市长 也肯定我们市府团队的努力 好不忍望 让这件事情能够好好成功 那在接下来 希望我们的民众 能够多多使用 让这班 让这个车子能够慢慢客马 因为如果能够成功的话 这会是我们基隆市 一个通勤的典范 会变成属于我们基隆市的类 通勤公车 让我们在上班 下班的时候 能够早点上班 安心回家 事办第一天清晨六点多 市长谢国梁亲自到现场 体验搭乘 关心通勤民众的需求 市长说 这个新路线是地方民代 长期反应 感谢客运业者协助 新P2088B县 相信将造福深澳坑地区的 通勤民众 呼吁市民朋友多多来搭乘 让路线能够正常营运 记者黄志生陈淑平 基隆报道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基隆光影节 12月1号登场 展开为期17天的 梦幻光影之旅 三分钟的爱恋基隆 梦幻幻幻光丢秀 结合了亲子 同去基隆风情 搭配基隆七个行政区的景点 还有IP光影装置 及AR城市寻宝的游戏 乌彩缤纷的光影瞬间点亮 正宾云港设彩屋前 出现了汽土救火车站 海门天险 和平岛及海洋广场等灯光秀 邮轮缓缓使进基隆港 各种基隆知名景点 全都映入眼年 2023年基隆光影节 1号晚间登场 市长谢国良 议长童之伟 及关销处长郭宪平 文化局长陈廷梅等人 共同主持点灯仪式 留集是在正宾云港这边 有更多的AR 可以让市民朋友 更多的来观赏 那我也跟议员们 来报告我们的彩色屋 基本上是金融市 现在大家很欣赏 重要的一个景点之一 那明年度 我们要把彩色屋的区域获当 我想周边对面等等 有很多地方 我们可以继续发展 这个地方 我觉得很有利益 我们会自己来进行 我们基隆的城市文理 跟我们基隆的故事性 很适合透过我们的一些行销手法 来让告诉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认识基隆 感受我们基隆的浪漫港督 我想像这样的氛围里 就在基隆的一个雨季 然后在走在港边 我想也特别有韵味 希望透过观影节的活动 可以吸引更多的观光客 注意到基隆 来到我们正兵渔港走走 然后也希望 让更多的人留下来住宿 会是我们未来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旅游观光指标 那我们也希望 透过各种各样的活动 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城市的多元性 可以让我们的世界看见基隆 不小心忘了每个星期 点灯仪式现场 邀请小朋友最喜爱的水果奶奶 还有妖国小学 嘎嘎库倫到场同乐 政府和台湾原创动画IP 妖国小学合作 将水果奶奶变成了动画角色 其实我们这个妖国小学 不但在电影院放映 还有我们有做全台湾的 这个校园巡回 那放映的时候 小朋友们都非常喜欢 我们的这些角色 所以我相信 利用这些角色 设在基隆的各区呢 然后也让他们学习 每个地区的一些地方的特色 跟文化 我相信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 然后小孩子也会觉得很有趣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本土动画IP 能够藉由各种活动 跟大家一起结合 然后让我们的内容更发扬光大 刚刚有看到老鹰 然后看到灯笼 然后看到火车 还有一些就是 基隆小吃 跟还有就是公式的这些人物 卡通人物和水果奶奶这样子 像以前在香港有看过 那个幻彩虹香江 觉得很漂亮 没想到现在我们基隆也有了 很棒 老鹰奶奶跑去那里 虽然天空不作美 但色彩屋前出现了光雕秀 引起了不少民众抢了拍照 接下来12月2号 3号两天 光雕秀将在每晚6点到9点 每30分钟播放一次 全长180秒 记者 黄绍铭 基隆报导 又到了岁末年终之际 在基隆市议员秦珍的陪同下 基隆市安乐爱心会的会员们 发挥爱心 特地捐赠了价值1万元左右的 石箱尿布 给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的 住民们来使用 又到了岁末年终之际 基隆市安乐爱心会的会员们 发挥爱心 特地捐赠价值1万元左右的 石箱尿布给基隆市 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的 住民们使用 国民一个月都有做一个爱心关怀 就是说理想强报 或是会员强报 或需要帮忙的 我们都会说每一个月安排一天 来做这个爱心关怀 所以说今天也是非常开心 希望我们在座的艺民 能够每天快快乐乐 健健康康 不是做我们院区以外的社会层面 需要我们安乐去爱心会 来辅助协助化 我们都很乐意 那今天很感谢 我们张来春莹会长 还有各位我们这好伙伴的会员们 大家对我们 这个宜天基因会的 一个寒冬岁末之敬 大家来捐赠这个 身体上的需求的一些物品 希望在我们小小心的时候 能帮助到我们 各位在座的业民 展现我们对大家一同 关怀你们 社会一定会把你们一气 我们一起来努力 让你们在这边 健健康快乐 受过在这 安乐爱心会的爱心 也受到身心障碍 福利服务中心的感谢和肯定 时常想到我们 关心我们 那更是有爱心的捐赠 让我们服务使用者 都很直接的能够享受得到 那我深深的觉得很感动的就是 我们这些爱心的举动 其实会点燃 点亮我们社区的各个角落 那我深信 我深信 我们不只是在安乐区 我相信 在我们这个社会 有你们的存在 有你们的投入 更是有你们的关心 我们这个社会 就更加的有爱 那再一次 请代表忠心 我们谢谢你们的利林 也谢谢你的爱心捐赠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因2050进零转型的目标 基隆市议会第二十届 第六次临时会专题口查 特别安排到中油基隆营业处 听取相关简报 议长同志委带领多位议员 与中油进行交流互动 了解中油如何进行能源转型 与绿能的推动 基隆市议会赞不赞 赞 画面上是基隆市议会 第二十届 第六次临时会专题考察 议长同志委带队 包括副议长杨秀玉 跟多位议员 一起来到中油基隆营业处 听取简报 了解能源转型 跟绿能推动 基隆市政府秘书长方定安 跟公务处长陈耀川 也陪同议员们进行考察行程 其中中油简报说明 在绿能推动方面 正在逐步规划 氢气能源的利用 这议题也引起 议员们的热烈讨论与交流 本届是议会第一次 来到我们中油来做考察 那中油其实跟我们的生活 其实除了息息相关以外 我们也希望让我们的议会 所有同仁来知道 我们未来 中油能源转型的方向 一方面我们刚才听到 一个清节能的干净的能源 我想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种学习 那也希望 我们在国家能源政策上面 我们基隆当然不能被排除在外 我们也当然在 2050年的这个近零转型中 大家共同来努力 那所以我们也希望 了解更多 那希望未来 在这个能源政策上面 大家一起来努力 希望国家的用电安全是 或是用油都来稳定 不过我也蛮想了解 我们的战备用油是多少 那刚刚他们也有这个 那个家器站啊 还有充电站啊 我们大概刚刚中油 也是蛮貼心的一些 很多很专业的简报 我们希望未来 有更多的合作 那最重要的 现在很直接 跟市民息息相关 大概就是铺马路嘛 马路我们的这个管线单位 跟我们的公务处的配合 我想这样子的交流 对大家双方的合作 都会有更好的帮助 我去日本看 看造访的这个轻人车 那他们现在大概一部车 大概三分钟就可以加完轻器 那这个部分 对我们民众在整个 整个等待的时间 是比较短的 所以未来在这个时间上 应该是可以符合民众的需求 那只是说 因为现在在台湾的部分 那是不是这个整个安全的问题 我们还是要 卡梁政府的规定 来设置 那目前我们在台湾高雄部分 会建置一座的示范站 清漆的示范站 那明年大概可以建置完成 那等到那个时候 如果国内有轻人车 就可以去体验 也藉由这个机会 那让议会的相关的这个 贵宾能够了解 我们中游在未来 整个人员转型的努力方向 议长佟子伟说 透过考察行程 也是一种学习 感谢中游基隆营业处 详细说明 能源转型 与绿能推动 而因应2050 近零转型的挑战 仍需要各界一起来努力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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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安康 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